豆角闷闷的做法步骤 1.手擀面 2.葱姜蒜准备好备用 3.排骨灼水 4.豆角摘好 5.锅内加油扔干辣椒 6.再扔葱姜蒜进去炸香 7.倒入排骨翻炒 8.再加入豆角翻炒至豆角变色 9.加入开水 煤过豆角中火焖三分钟 10.在锅内加入酱油 盐嚼匀匀匀 然后把刚好的面条均匀地铺在豆角上面 11.改中小火 焖至豆角 面条熟透后 汤汁收干 可以撒上一些葱花 开饭 12.焖上一大锅 有肉有素 有主食 再简单地煮一碗 西红柿鸡蛋汤 半个小凉菜 一顿饭就这样解决了 小窍门 1.用凉的淡盐水以及鸡蛋液和面 2.面团尽量地和得稍微硬点 要揉匀 3.和好的面稍微放置 一小段时间 一个小时左右 醒醒面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黑黑 使用的酌具 煮锅 炒锅 10.000 1.202.201 1.231